古人有所谓人身如戏 像一出戏一样 人身如一举棋一样的 凡是无常的 佛都叫我们方向 包括身体 对身体是无常的 他有生老病死 所以人要明白这个道理 人才懂得自爱 自爱自在哪里了 身不是自己 信是自己 灵性是自己 灵性要迷了 俗话叫灵魂 实际上他不灵了 他迷了什么 迷魂 迷魂才到处投胎 到处搞这些霸戏 如果他真灵了 他就出来留到轮回了 什么人灵的 阿罗汉一上 阿罗汉就超越轮回了 超越轮回之后 一下就明白了 佛经上讲的 净土 灰土 回头一看六道轮回 灰土 严重燃火 那他一觉醒来的时候 他到四圣发现了净土 那个地方清净一点燃火都没有 这是摄法界里的上面的四发界 声闻 远救 菩萨 佛 净土 六道是燃土 燃火 六道里面有善窝 善是三善道 窝是三窝道 净土里头没有善窝 换句话 净土里面的众生不造业了 都醒悟过来了 不再造业了 而且净土里面的人 接受佛菩萨教会 为什么呢 佛菩萨帮助他再向上提升 他才提升到第一个阶级 好像读书啊 学四学位拿到了 再往上呢 数四学位 再向上呢 波四学位 佛菩萨能帮助他 拿到最高的学位 迷惑颠倒 只有六道众生 这是修佛第一步 你看 把这些道理搞清楚 搞明本 这就要看破 无助 无执着 这就是方向 无助 无执着 你自在了 你才真正享受到 什么叫幸福 你只要有助 有执着 你不自在 为什么 你起心动念呢 是贪诚吃慢 他起这个念头 如果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欲望放下了 起心动念 是神智慧 我们用最简单一句话来说 起心动念 是仁义离之心 他动这个念头 言语行为 不离开这个准则 这是信的 是很危险的